赚钱辛苦吗 小资族别担心 每周五晚上 7点 立种投资真心话 帮你解析台股 PTF和各种投资的观念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 盘前8点半 标股抢先报 我会帮你整理好 当天的投资方向 和赚钱的标股哦 要知道每天盘中 盘后掌握我的标股好康啊 赶快来扫描我的QR Code 或加入我的Lite 或者搜寻 小老鼠 GoGo17888 让我带你一起发发发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加权指数 好 你看哦 今天的加权指数 目前是收涨152点对 最高是涨196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昨天加权指数跌对 我在这边跟大家说 昨天跌 我做买进的动作 我昨天买什么带我们的家族成员 现买现掌停的名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虽然创高回测收黑K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买在68 对不对 目前还是获利 好 除了名义之外 昨天什么 加币期 对 昨天加币期跌 我在这边怎么说 我说昨天加币期跌到181 我说这个是一个买点 对 好 你看哦 今天的加币期就最高涨到193 对不对 好 再来鸿海 我昨天跟大家讲 我说迎接第四季的作梦行情 要有什么 要有GB200相关的供应列 比如那个台积电 台积电买不到啦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收涨嘛 但我什么时候介绍给大家 对 我在880 对 880到现在1065 一张也是获利20万左右 对 好 那除台积电涨高了 怎么办呢 买鸿海 我又把鸿海买回来 对 好 你看鸿海今天也是拉尾盘 对 216 好 那再来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会员 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我跟大家讲 我说为了 就是因为第四季是最好操作的一个季节 一年当中 所以我的这个持股分配 我就是60%做这个波段单翻倍股 30%做什么 天天赚钱 让我的会员有天天有看到 钱进账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又买了一档 跟车用相关的 对 然后低价翻倍标兵 我们来看 你看 好 这档是10月低价翻倍标兵 今天一开盘25块 对不对 不到5分钟就涨停板 如果你买100张就获利14万 好 那是哪一档 等一下再来说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大盘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 大家昨天看到这个指数跌下来又担心 所以我昨天一上来第一件事跟大家说 人弃我取 对不对 今年任何一次拉回 你都要把握就是进场的机会 好 来你看 你会发现 奇怪 现在怎么这么多股票都莫名其妙就涨停板 是涨真的吗 我跟大家说是涨真的 因为都是涨低位结果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就有提示大家了 我也在Light跟我们家族成员说 我说现在聪明的资金都往哪里 高位阶转低位阶走 比如说设备股 CPU高位阶转什么 转右下角的股票 像今天就转跟Tesla相关的 对 所以右下角的股票 它是来真的 是什么 补涨啊 你看台积电都已经 台积电设备CPU 整个全部都涨翻天了 对不对 那其他位阶比较低的 它也要赶快跟上来 所以说其实现在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对我的会员来说 我们每天就是很开心 你只要选对股票 其实赚钱是非常简单的 好来你看 目前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样 天天有钱赚 天天赚涨情 你要找低位接低档的股票 好 那现在我带我的会员 我看好的就三个族群 Tesla跟车用相关的 对再来因为车用相关 我等一下会讲 我今天买那个10月翻倍股 真的位阶很低 我第二次买回 好再来GB200供应链 那GB200供应链 就跟全职股有关 我在Lite天天讲 比如说鸿海 广达 台积电 像鸿海跟广达 它们位阶不高 它是创高回测整理完 天天演五日线上 这种就适合资金比较大的 比较保守的 你不想要低价股的 不想要天天冲来冲去的 那你部分的资金 你就要放这里 好来 除了这个之外 再来要特别留意 我为什么选择买回鸿海集团 因为我讲过 鸿海集团的小标兵涨翻天了 跟它相关 它们鸿海 它就会做一个比价 好 再来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是为什么 我说第四季 我还是持续的看 好 GB200出货时间 已经确定了 对 那再来 GB200供应链全子股居多 所以大盘就会这个 我觉得大盘接下来 我的看法是持续的做多翻多 就持续的上涨 我讲过 挑战24,7月14号 这个高点24,4,6 一定会过 因为随着GB200出货 它们的供应链都是全子股 好 再来 再来就是Tesla大涨 低位阶的汽车股也开始轮涨 这都是新产品 也代表什么 你接下来选股的方向 你要往这边走 好 除了Tesla之外 回答超为 它要发表新的显卡 好 再来季线 我讲过 目前就在这边 目前 这个是这个均线 目前加权指数月线跟季线 它是呈现一个黄金交叉 对不对 那黄金交叉代表什么 中长期的趋势是偏多的 对不对 那这条是季线 季线也是呈现上涨 季线上涨未来都是涨幅很大 好 再来 大家可能担心 美国加川普就是 好像胜率比较高 我也跟大家说 我说不管谁当选 我给大家看这张 不管谁当选 美股一年后就是涨 所以现在震荡都是这样 大家很担心 我说不管谁当选 美国选后 这是S&P500 12个月到18个月 选后平均涨幅一年 10到25% 所以不管谁当选 美股还是要涨 好 再来 来你看昨天 好 昨天10月24号 对 我怎么跟大家讲 昨天破日线很多人很担心 我还跟大家说什么 我说他只要没有来回补23191这个缺口 我们就偏多操作 对 那你看今天 是我的验证了 我都事先讲 今天涨155点 对 好 再来我昨天还怎么说 我说来 龙卷余额 这是龙卷 龙卷余额持续的贪生 随着加钱指数 长龙卷余额一直 就是龙卷放空的人一直增加 我说有一句话叫做 龙卷不补多头不止 大家一直放空总是要回补 这个叫嘎空 好 再来连外资都回补台股了 外资都认错回补台股 来 你看外资9月卖超台股950亿 对 10月买回来548亿 外资回补 对不对 那投信不用讲 投信天天买 对 10月份买325亿 对 好 再来第四季 我从2019年开始帮大家统计 第四季的平均涨幅 好 来看这边 就是由2019年开始到现在 平均涨幅10% 17% 7% 15% 10% 所以说呢 如果说平均涨幅这么多 那是不是现在买 对 越早买 越享受 怎么说 你越早买 像我们 我都买低档 现在就是有三成的资金在做短线 就10% 10%带会员 10% 10%赚 越早买 是不是赚10%的这个次数越多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压回 要赶快把握资金翻倍的机会 你少进去一次 你就少赚 但是选股很重要 不是每一档个股都会赚 好 我们再来台积电的部分 为什么我说一定会过24416 来 你看这边 好 台积电 我持续地看好它 我8008介绍到现在 我依然持续地看好它 好 你看它第三季的毛利 毛利率57% 对 好 它第三季赚多少 12.54% 年增54% 真的是不得了 好 它第三季的毛利率57% 它第四季50% 58% 电子股你看毛利率 毛利率持续地成长 好 再来 它说AI是真的 刚开始没有泡沫化 好 来 你看我们从这个 法人沽的EPS来算 2025年 其实有些机构 估到60块 我比较保守 它平均拿56块 好 那大概换算是1344 那贡献指数2300点 对不对 好 2026年赚70块 对不对 我用这个 我换算下来是1680 那贡献指数是4300 好 这样看下来 那是不是每一次回撤 你就要赶快买 对不对 你不能够追高杀低 我觉得大家的钱都是赚钱很辛苦 你每累积一笔钱都是省吃俭用下来的 对 一般的人大概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你就是你的这个旋骨模组要固定 操作的方式要固定 不要追高杀低 不然这样真的很可惜 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做买进 那很多人就把手上股票全出 今天又买回来 那不是 每次 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 每天损失这个一点点一点点 每天损失1万 10次也损失10万 假设你的资金只有50万 没有几次可以做错 好 再来我们来看 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10月 10月本来就是震荡 对不对 我讲10月震荡 都是在震荡 但是震荡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你要低档布局 你低档布局 你只要选对股票 对 你11 12月高档欢呼收割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加币期 好 你说加币期 昨天如果你有看我节目的 对 我昨天加币期跌下来 我跟大家说 其实那是甩轿 是一个买点 不是卖点 好 你看 我今天怎么跟我们家组成说 我说加币期经过昨天甩轿后 对不对 今天强势上涨 你知道加币期 今天最高的来到哪里 193 对不对 193 所以我们这个新会员180 再一次布局 再一次布局 所以我们还持续的获利当中 好 来看 加币期是做连接器的 来 你看 整个连接器还是 这个蛮强的 这个是肋骨 这个是大盘 他比大盘强 好 再来 整个连接器 法人 筹码都在里面 法人都在买 不只加币期 加币期是买最多的 其他都一样还在买 已经买好多天了 好 我也跟大家说 我说加币期 它的美国主要客户是谁 灰达 美超委 还有各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它不是你以前 十几年前认为的加币期 它已经不是了 再来它怎么可以变成灰达的供应商呢 因为它并购了美国 它并购了美国一家卫星厂 这个它就是在供货给挥达的嘛 所以它就是正式跨入AI的这个伺服器供应链 好 它除了就是供应AI伺服器之外 800G的光纤模组 它也有开始认证 而且要稳定的出货 因为它做连接器的嘛 好 再来 你知道吗 它今年EPS 税后 税后 有机会达到快9块 那我算过 我算过了 如果我们用25倍本益比来算的话 其实合理的价钱 是在220左右 所以现在才180几 所以还是相对的便宜 好 再来 你看它的上半年赚2.41对不对 然后今年赚上半年赚4.59 成长快翻倍 它是真的有业绩开始在贡献 因为美国那一块 回答 美超我已经开始贡献营收了 好 再来我讲过 它的筹码算稳定 外资投信主力都在买它 好 我们来看这边 你看 对不对 加币期 我在新会员 180附近 对 180附近请新会员进场买进 对 好 你看 对 买了之后 180 191 对 昨天回测 我说下跌量缩 有没有 下跌 对 量才9000多张 下跌量缩 这是一个买点 对 你看今天是不是就持续的上涨 你算了 你看我们170到193 一张获利2万3 10张就23万对 我觉得赚钱不难 尤其是现在 一些低档 低档的股票它补涨 所以每天都有钱赚 你只要选对股票 赚钱真的是非常的容易 好 你看这是10月24号 对 我昨天还跟大家讲 你看它回测 对 它这个涨停的高点没过 其实在这边只是乖离过大 做一个回测 回测是一个买点 你看下跌量缩 对不对 下跌量缩 好 你看有没有 我们在买在这边 对不对 也在这边第一时间介绍给大家 好 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它沿着五日线上涨 对 沿着五日线上涨 好 再来 筹码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外资 外资 法人都还在做买进 筹码是相对的稳定 好 加壁期我是第二次买回 第一次在五月 对 我140 对 带会员买140到190 这一个波段赚多少 36% 36%对 卖掉之后 它下跌的时候 我没有拥有了 我已经卖掉 没有再买回了 对 直到这一天 直到前天 前几天在这边 对 我170再做一个买进 对 好 再来 你看周线 它周MACD也呈现第一根帆红码 周KD交叉 对 好 再来月线 月线是看筹码 你看它千张大户持股人数 对 才这个13个人 对 所以它筹码是非常非常的集中 它筹码没有乱掉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觉得这个坐价差还蛮好做的 如果说你昨天在跌的时候 来不及上车 那你想操作这档 你可以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 鸿海它的集团坐葬真的是 已经一直如火如荼的在展开 你看连低位阶的红准 不动的红准都已经冲上去 对 好 那第一 就是第一批坐葬的是低价的 红海小兵 比如说我已经讲很久 对 光虹 对 它现在创高回撤了 对 它创高回撤 对 好 再来呢 你看这个阳城也是创高回撤 对 好 然后正达 这是第一批 第一批长上去的小兵 那现在是第二批 第二批什么 你看红准跟饥壳相关 它是不是做N字形的突破 对 好 再来我就觉得说 那红海 红海我在量 我就是这一次 10月15号就开始在这边 介绍红海了 对 好 你看 红海集团的小兵 你看外资投信 都开始在做回捕的动作 我今天 对不对 我带我们的会员 易发 对不对 我易发 易发我们来看这边 你看易发 设备股 易发是设备 台积电供应链的设备 我70块 N字形突破 我再70块买进 好 我报一个波段 我今天把它卖掉 对 因为我觉得说 资金还是要回 GB200供应链 好 来 你看红海 红海我4月份 当时我也在这边介绍 140做到220 获利57% 但今天又买回来了 我把这个易发获利21% 我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好 我们来看红海 我跟大家说红海它发行这个CB 红海发行CB300块 对 代表什么 它一定有这个价值 不然不会有人买 好 再来你看 红海它这个 2025年的EPS15块 那我们用20倍来算 其实也差不多300块 对 再来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是供货GB200 除了GB200 还有什么 Apple 对 所以对它来说 其实它这个整个 它比如说它都是一条龙服务 它旗下的公司 都可以供应给它这个领主件 还有原料 所以我觉得它长线是看多的 有机会往300靠龙 好 来 你看这边 我当时这个4月份140 有没有 红海140 带我们的会员做买进 对 我是第二次买会 140一路上报 获利57% 对不对 卖掉2202卖掉之后 对 这边我都没有 对 因为这个 我去买别的股票 我买设备之类 对 我这边都没有 好 那再来呢 我把义发卖掉来换红海 对 来 你看这边 你看红海 投信天天买 有没有 自营商也买回来了 外资也天天买 好 再来你看它这个周线 好 你看它周线 MACD持续的翻 代表什么 你看它低点越来越高 像买这种全子骨 像GB200供应链 你要算的是它的目标价 算目标价 而不是看技术线型 看技术线 我觉得这个太弱了 你一定要算目标价 再来就是你要随时掌握筹码 好 那一样 如果说你想要操作红海的 或想知道红海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的 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公司问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低位阶低价的 这个车用翻倍标兵 我第二次买回 第一次获利57% 对 那第二次 今天因为它这个 早上一大早我发现巨量 而且是买尽量 第一时间带家住成员 做一个进场 那现买现掌停 那是哪一档呢 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大家做分享 舞动乾坤 对他头部三十岁了 三十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散 先来先赢 三十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散 先来先赢 刷单线 刷单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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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队大头部 真心照顾 订队大头部 真心照顾 订队大头部 三十周年庆 准备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订队大头部 真心照顾 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发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十点一大早 我跟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我怎么说来 你看 Tesla单日猛升近二十二% 对不对 然后要留意哦 Tesla概念股聪明地前往低位阶走来 比如说这个华府 我们看一下华府 对不对 你看尾盘冲涨停 好 再来连加六二八八 也冲涨停 对不对 好 那你看我对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对 我都把最强的股票 第一时间转强股 我都会发讯息给我们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所以今天有看到的今天应该这个车用电子部分都赚钱 那如果你是第一天看我节目 你说老师我也买这种讯息要去哪里找 右下角有一个QR Code 你只要扫进来每天十点最强的股票就送到你手上 好 再来我们来看这边 来 我今天有说我们这个一大早对不对 就买这一档对不对 252没多久就冲涨停 100张就获利14万 好 来你看这是9点对不对 市价买 好 9点17分现买现涨停车用电子 好 这档个股它跟Tesla是合作什么 雷达跟感测器的 好 再来你看它也有做光纤元件对不对 好 光纤元件 好 你看它的日线图 有没有出量 我说第一时间巨量我就知道了 你看线买线长停对 好 你看它的周线 有没有低位阶有没有 头肩底打底完成后面很空旷对不对 我之前去年的11月27做到447 它也是27也是11月开始标 跟现在时间一模一样对不对 所以之前那一波70%有做到 好 你看月线 哇 你看更迷人有没有 低位阶对不对 才刚突破低点 后面空间很空旷有没有 然后月KD刚交叉 好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我每一个月都会出一档翻倍股 来 你看 今年代表作经历科新复兴 精诚科环达精湛对不对 好 那这一档也是11月的 低价翻倍表兵 现在已经出量了 好 趁现在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周年庆 价格很便宜 早买 早享受 对不对 如果想要跟上这一档的 趁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礼拜一准时带你进场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一头十多富城山 我们就已经整身有冠 整日到分 如果没水满 你就脸色金金看得罢了 朝楼要整整年 假情都過了一場 所以比較熱也就疲了 你們可能不會跟我們是誰 不過如果說到台灣的過季 沒有你超大 你可以叫我們是世界的地面 如果開了 我們都外國休息之後 一般的報律 明天要開了 明天要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重的